高雄一名粗心的妈妈 她怕两岁大的儿子哭闹 竟然把安全座椅放在副驾驶座 而且没有帮孩子绑安全带 结果出了车祸 这小孩当时是整个人往前飞 直接撞上了挡风玻璃 那么儿童安全专家就说 安全座椅不但要放在后座 而且两岁前的幼儿身体最好呢 是要往后 那么实际测试就发现了 这安全座椅朝前方 儿童受伤的机会 是朝后方的五倍这么多 居然把坐的安全座椅上的两岁儿子 放在副驾驶座上 还没系安全带 初心妈妈车开到一半出车祸 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追撞 旁边的儿子整个人飞起来 撞到挡风玻璃上 安全座椅往前翻 那小朋友头就撞到挡风玻璃 怕小朋友哭闹 居然让两岁幼童坐在旁边 没坐在后座 证明初心妈妈被罚三千元 但很多父母都不知道 儿童安全座椅不止要放后座 小朋友两岁以前 最好都向后 美国儿童座椅安全协会 做了实际测试 受到强烈撞击时 气座向前 儿童受伤的几率是向后的五倍 向前时幼儿颈部 脊椎和头部 因为剧烈撞击容易断裂 重则全身瘫痪 气座向后的时候 头部肩膀和颈椎 都能得到保护和支撑 欧洲国家甚至建议 孩子四岁以前 安全座椅都要朝后 妈妈要吸安全带 但台湾不少父母 却是一岁之后 就让幼儿朝前 让宝贝孩子置身危险中 不自知 专家呼吁 赶快转向 以测安全 记者正宜轩 吴国珍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